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使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 打卡收看 来 马上欢迎接近来宾 首先 丹家大学大陆所荣誉教授 赵春山老师 主任好 大家好 另外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 金文吉大使 何荣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还有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 王安雅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首先来看的就是520 马上剩下不到50天了 那么在520前呢 大家关注的就是 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即将在520这天就任 那这时也传出了 AIT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 Rosenberger 下个礼拜要到台湾来访问 但这是他三个月内第二次来 除了会晤蔡英文总统呢 也将会会晤准政副总统 也就是赖清德跟萧美琴 同时还会拜访立法院长韩国瑜 还有国民民众两党 根据外界的分析 Rosenberger呢 这次来呢 当然就是Messenger 但是要传递什么样的Message呢 请问一下大使 我觉得就我们从外交的这个角度观察 这个常常见面 有的时候并不是好事 外交大家都很忙 就很多事情搞一次搞定了 就不会搞第二次 是要来确认是吧 就是说两次搞定 不会搞第三次 那我觉得Rosenberger 他事实上的话 他这个不到 事实上不是三个月内 是两个半月内 第二次 更短 对 第一次就是我们大概总统大选完了以后 他陪同 他事实上在美国外交的谈判位阶里是比较低的 第一次陪来的这个团 位阶是很高的 有美国前国国安顾问 还有美国的前副国务卿 那么Stanberger跟那个哈德利 那组织一个高层的一个 非官方的 因为他们都是前任官员 那时候来的时候 我就看他们是 这个 这个整个表情严肃 而且都是闭门会谈 那么长谈 不要跟这个赖清德谈 那么 而且走了也没有讲什么话 这是第一次 接着2月14号 这个众议院台湾连线又来了一团 众议院台湾连线就是 美国众议院最倾台的一群人 就是说就 台湾外交的角度上 那是真正美国的那个 就是说铁粉 铁杆 这一批众议院的来了一团 2月20号又来一团 盖拉格 盖拉格是上话 他来了原来是好像三天 两天就走人了 提前一天跑掉 所以他这次也不连任了 他也不连任 那就是说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还不知道 那3月29号又来了一团 那么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所谓的这个特种作战 这个及情报小组的主席 那么伯格曼 他也来了一团 那么连着来四团 这个都不是无私来这边友好访问的 你要知道美国众议院 基本上他们这个马上要选举 今年年底他们要改选 他们两年一任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现在国内这个选前也非常忙 所以这么多这些人连续来 这是有事情 所以来传话 或者说来确认某些事情的话 到底要确认什么 我就直接点破 我觉得这个 就520演讲 那个赖清德演讲是没搞定 先来看一下 内容没搞定 演讲内容 现在你就变成就是说 你要跟美国人谈判是这样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筹码 你做任何的这种挣扎 那个线会越来越锁得越紧 对 他本来是跟你说给你20%的这个 所谓的自由财量攻坚 你越谈下去最后2%都没有 大使那我请教 要自争俱拙的来看你讲什么 那您觉得搞不定的是什么 搞不定就是台独立场 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对两岸现状 你怎么表述 对不对 还有你提出对两岸未来的这个 所谓稳定 你做出什么承诺 这比较重要 美国人他 他基本上要玩台湾这一块牌 要玩台湾这张牌 最重要台湾要配合 你台湾这边不配合的话 你这边 意见那么多的话 那很难办事 很难共事 那这个整个来讲 我觉得美国事实上 要在台海干一场大事 要干大事 最签要什么 要整肃军纪 你有人这个军纪 你这个配合度 你不了解事情的大 你不能够了解 参透这个事情的本质的话 你有很多你个人的意见的话 那就要扫评的 所以这次来 就是再次确认 要make sure 这个520就职演说当中的内容 能不能够符合 就是也许美方的战略规划 这个你就是说 这个内容 我跟你讲 这个520这个内容的本质 你从美国人角度看 就是你今天赖清德 对美国做出的公然的承诺 是 就公开对美国做出的承诺 这就是美国看520 所以现在要看出 520他做出什么样的承诺 对 我们现在看就是 在这个时候 前总统马英九 就是罗森伯格 罗森伯格来台湾 而马前总统也选在520前 也就是下个礼拜 4月1号要访问中国大陆 那也传出了 在4月8号这一天 有可能和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面 因此马锡二会 现在备受外界的关注 我先请教春公 马锡二会 对于缓和目前的两岸关系 您觉得帮助大 帮助不大 帮助不大 那我想前面 我先补充一点点 罗森伯格他来这边 他是蛮认真的一个人的 其实他不仅仅是负责 台美关系这一块 中美关系他也扮演了 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印象好像在 San Francisco是会 他应该好像也是 以幕僚身份也有出席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他前几次来 我都有见到面 都有见到面 那么他主要是广泛 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那么包括几个不同政党 还有一些研究者 像我这种学者 他也要了解一下 所以他蛮认真的了 那现在这次来 当然是520之前 那么又碰到 今夏事件以后 现在两岸关系 可以蛮紧张的 那么从 所以他这次来 我想也是要广泛的 各方面的意见 我了解他也 国民党方面 他也被我们见面 那会不会有种可能 就是如果这次 还是搞不定的话 520之前还会再来一次 这我不知道 这我不知道了 那我想美国要搞定 民进党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好那就谈到现在这个 马英九 马英九前总统 他这是去 而且我觉得他这是去 应该是新闻性比较大了 但是实质的意义 并不是很大 那你晓得 20 应该是在19大吧 那中共19大的时候 习近平的报告里面 有关涉台这个部分 你可以发现 他把新加坡的马熙 会作为他的一个 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政绩了 所以我想这次 马去那边 主要是带年轻人去 而且去胜中最远记住 所以他理论上要到北京 他总是会利用这个机会来见见面 因为当年新加坡还要撂下一句话 后会有期 所以这人是常情 但是因为你这样这个见面 我想我们国内 目前我看到最近这些日子 新闻性很大 都认为 酸言酸语也不少 好像也对 给马很大的压力 他现在不仅没有办法 一个卸认 他没有办法代表台湾 这个执政当局来讲话 那他更 甚至于他都没有办法代表国民党 理解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不要给他压力 不要给他过度的期待 所以外界的期望也不需要太高 我不认为根本不会有任何一个突破 因为两岸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 这不是马锡的问题 在这个新政府马上就要 这个新旧政府要交接的时候 在这之前 看到国防部长邱国正 来画面的右上方 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在国安局任职的儿子 最近被爆出 说这个买春有进行性交易 而且还自己拍下了影片 那目前国安局已经启动调查 而邱国正也因为这件事情 在最近口头请辞 但是被蔡英文总统未留下来 3月29号 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 也已经证实了 说邱国正确实有口头请辞 但总统考量 政府团队正在交接 所以叙留邱国正 继续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面 不过这件桃色风波 确实也延伸出了一个 所谓军方内斗之说 说抢国防部的位置 在画面上我们看到 立委王宏威 他就说 是不是有人觊觎国防部长的位置 而使得邱国正位置不保 520之前这个怪事 不断的层出不穷 这个民进党内抢位置 会不会抢得太凶了 他点出了这个问题 所以怎么看这个抢位置之说 还有中国正即将要卸任了 OK 那难道有续任的可能吗 如果不续任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不是吗 老师怎么看 我们把层次拉高 格局放大 就延续刚才两位老师讲的 美国在川普乱象之前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一个总统俱乐部 不同政党的前总统 跟不同政党的现任总统 在国家利益上可以充分合作 比方说民主党的卡特 跟共和党的雷根布希 在国际和平上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同样的共和党的尼克森 跟这个民主党的克林顿 跟欧巴马 在这个内政上 基本上就做了很多的一个妥协 跟不同的事情 那时代背景不同 那赖清德是很有机会 做出当年陈锥匾 做不到的事情 就做一个全民的总统 他可以利用马英九 维持中国的关系 可以利用蔡英文 维持跟美国的关系 赖清德跟习近平 必须好好学习共事八年 同样的是蔡英文 甚至可以帮台湾 维持美国在野党的关系 就是说今年11月 美国大选之后 拜登将产胜 可是川普主义 会继续的延续 prevail 那Ivanca Trump 会是美国的下院总统 所以Ivanca是亲中的 所以台湾事实上 要借近日本新加坡 可以长线的布局 在美中的这个 这个之间 找一个最好的平衡 这个就是在于 赖清德的一年之间 就看他怎么想 春光那您怎么看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国防部长想说 邱国正如果续任的话 才有可能有所谓的 什么军方内斗 要抢这个国防部长的位置 但是真的是没有人 在这个两岸 这么诡决的局势之下 确实现在当 中华民国台湾的 国防部长不容易 也有之前的一些分析 是说那国防部长 难道不能选择文人来出任吗 一定要是军方内部来推举吗 有哪些值得重要的点 那个考量点 在未来国防部长的考量点上 这个我先讲 这个邱国正部长 我刚刚非常熟悉 认识蛮久 这个人我是很正直 做事非常认真 做事非常认真 我们 因为我个人对他的 作为一个职业军人 我觉得他真的相当的不错 所以他这次讲了说 我睡不着觉 我想是有所感的 那么我也感到这个情势 站在他的位置 你刚才提到 是不好做了 当然他讲了有一些话 当然还是值得斟酌了 比如说第一级 等等 这些话是有 大家需要进一步的考量了 那目前的状态 我个人过去 我一直觉得一个民主国家 基本上 我比较赞成这个文人 他可以必须要从全方位来看 这个国防 而不是就军事来看 因为国防部长 相对的 当然主要是军事 但是你必须要部长 一个内阁格员 不是参谋本部 不是参谋长 那所以我一直想 一直认为赞成文人来做 那过去我们也有很多 有文人部长 可是现在这个状况 我倒是 我讲了很多次 现在这个状况 我情愿 我prefer 我宁愿是一个军人来做 你现在是非常时期 非常时期 因为他必须要镇定 要必须要定军心 定军心 而且治军要非常严谨 所以这个情况 如果将来 很多人讲 他不会再续任 那这当然 这不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 但是如果要 有其他人 我会宁可 希望看到一个军人来 那他可以 我刚才讲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 最大的问题 就是作战的意志的问题 一个意志的问题 不要说全民 就是国军本身 他说要了解到 为何而战 这个才是重要 再多的武器 是要人在使用 所以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 我宁愿看到一个人 此刻的台湾 这个未来的国防部长 还是最重要的是 稳定军心 最重要 好 另一方面来看到中国大陆 最近中国大陆在外交上面 非常的积极 就看到动作频频 王毅先前去了趟澳洲 还有纽西兰 那也在北京呢 后来回到中国大陆呢 在北京又接近了越南 跟包括北韩的代表 另外一位呢 这是被视为未来外长 人选之一的 就是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的部长 刘建超 三月底也出访新加坡 而且还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见了面 那在那个当场呢 李显龙也表示 谈到了中国大陆的经济 他说呢 新加坡看好中国大陆的经济前景 而且也认为 中国大陆拥有许多发展的优势 而且经济的韧性很强 所以不会出现所谓的见顶 完全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其实补充给大家一下 就是2013年开始 中国大陆就取代了马来西亚 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 我进一步请教大使 就是听到李显龙 其实是蛮看好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 那对大陆的经济很有信心 这是因为基于 目前中国大陆跟新加坡 双边的这个贸易 确实也在不断实施增长的关系 当然这是所有因素之一 不过他是从全球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未来的经济发展 我想刚刚提到两点 他说第一个就是 中国大陆就是说 这个许多发展优势 第二个还有经济韧性强 第三点他还有讲了一点 李显龙讲 他说他看到美中的关系 那么正在逐步实现稳定 也就是说过去美中之间 但他不晓得要他这个 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种经贸的打压 他的底在哪里 看不到底 现在看起来美国好像把他底也拿出来了 那么是比较小院高墙 这个墙越组越高 可是院子好像没有扩大 就是集中在这个芯片 还有这个AI这几个项目 那么其他的话是首饰 首饰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我给你百分之百 我不让你的电池 用保护主义的方式 这种是比较首饰 高科技还是重点 其他的公式看起来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扩大 所以我觉得李显龙看到这些现象 不过整个来讲 他第一个我觉得 他说有些发展优势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中国大陆还是主要经济体 全球主要经济体里面 最看好的一个经济体 也就是说像IMF预计测明年 也就是今年 全球经济成长率是3.1% 那给中国大陆打的 这个经济成长率是4.6% 高于全球的平均 那你看一下这个 事实上你会看到这个美国 事实上大概就1.2%吧 欧洲能够有正的就不错了 那么日本韩国也看不到什么 比较好这个正面的指标 所以就是说发展的优势 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 因为中国大陆就是说 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怎么讲呢 不管是在这个消费电子产业 还有在这个新三样的部分 看起来都有重大突破 这个消费电子产业的话 你就看华为 华为的营收去年 整个2023年是这几年来最好的 而且它的这些产品 尤其手机 已经获得了重大突破 那么Mate 60 Pro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 已经是最受欢迎的手机 那么打的这个 这个Apple跟这个三星 都有点摇摇欲坠 所以我们等一下特地 来聊一下华为 所以我也看到说 中国大陆今年的GDP 像您刚刚提到的 他们仍然设定是在5%左右 5% 所以是一个 也不能说太具雄心的 就是说应该是一个 努力可以得到的一个目标 OK 回到说刘建超接任外长这件事情 他会不会接任未来的 中国大陆新的外长 当然现在备受各界的关注 在新加坡 他出席了一场 跟媒体的对话 是会演中国对话论坛 那么对于刘建超 在论坛上的表现 我们看看新加坡媒体怎么形容 联合早报是形容说 被一些西方智库 称之为影子外长的刘建超 用中国大陆官场 不常见的沟通方式 向与会者发起了魅力攻势 所以提到这个魅力点 刘建超现在也看到 他未来有可能是 热门人选之一 北京方面 特别是习近平 他的最主要的考量点会是什么 那刘建超又具备了哪些点 老师 春公您觉得 刘建超他本来过去搞 是政党外交 实际上这方面是他的专场 我们如果用这个字 他是比较中性的 我们用统战 因为统战他不是光是对台 我们都是对台统战 其实他的统战的概念 你也晓得他是 内部也是统战 国际也是统战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他 刘建超他应该是很懂的 尤其他目前要跟美国以外的其他的国家来打交道 我觉得他是当然很有这个资格了 他也讲话各方面 我有注意到 他很懂得用一般的沟通的语言来跟这些国家来打交道 如果你要问的可能性是什么 我觉得他还蛮可能的 可能性还蛮大的 我听到那个访谈 因为王毅过去 我听到那个访谈 他还蛮幽默的 对 会演是英雄 还甚至出现这样的话 对 就是跟主持人做一个很好的胡同 就是这个人 How to do with 他不同想法的一些人 中国今天并不见得就是需要 大家讲说战狼外交什么 其实中国今天应该是围点打圆 对其他国家 当然你跟美国 你看他是态度比较强硬 跟你看其他国家的时候 他的态度都蛮柔软的 甚至王毅就是这样 王毅对美国讲话是蛮硬的 您提到王毅 因为我们来看 因为未来新的外长也许如果出来以后 这个王毅的担子可能比较轻一点 王毅现在因为身兼外长 所以他下个礼拜一 4月1号 预计是要接见这个 就是访问北京的法国外长 叫赛如内 那么两人也将会为 5月的中法元首峰会铺路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年正好是中法建交的60周年 法国总统马克宏 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现在初步计划是在巴黎要展开会谈 那如果中法之间真的能够 努力的促成两国的元首峰会 在外交上面当然是一大进展 可是大家会想变数是什么 俄乌战争会是其中的变数吗 安雅老师 德国躲在欧盟的体系内 掩饰它的强 法国躲在欧盟的体系内 掩饰它的弱 当德法同心的时候 欧洲就整合 当它吹不同号的时候 欧盟就会内耗 法国是戴高乐主义 它的价值观就是 在欧洲内独立自主 然后又强调欧盟的独立性 法国主导的独立性 避免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庸国 所以它的代价是德法这个世仇 必须要合作 那当然就是说 从法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英国是美国放在欧洲的特洛伊木 所以Brexit以后 法国基本上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那从中欧的关系角度来讲 德国要的是李子 那基本上美国退 德国就禁 你去看Volkswagen在中国 投资了小鹏上汽江淮汽车等等 德国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利益 同样法国要的是面子 那习近平可以给马克宏搭一个舞台 因为他们要的是欧洲的话语权 他想像是个路易十四的法国 所以说那中国要的是 在美中关系里面 欧洲你要能够中立 那而法国他要的是 他让欧洲可以独立自主 法国可以在欧洲独立自主 刚好正中下海 那所以各取所需 现在就是想当欧洲的共主 进一步请教大使 所以如果像刚刚安亚老师所说的 德国要李子 法国要面子 那接下来中国大陆对欧关系 您觉得会如何的来进行 我觉得基本上的话 这个中国与法国之间 有这个共同的战略利益 中国大陆是希望一个多级的国际体系 也就是说不是单级的 有单一霸权的 希望强者都能出头 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 大正方针是要看战略的 OK 这个基本上是吻合的 第二个也有共同的经贸利益 因为法国事实上 我觉得在欧洲来讲 它还是科技大国 然后它很多重要产业 事实上法国还是扮演 举出轻重的角色 那最重要我觉得就是中法之间的 这个经贸利益 守重在这个所谓的 高科技里面的航台 你要知道就是说 Albus 就是说基本上还是以法国为主的 虽然是法德 英 义 还有这些锡 像Doulouse 它基本上它就是 这个Albus 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那所以在这个方面 你知道中国大陆 事实上跟Albus的合作 共同生产 这个Albus的飞机 远超过跟波音之间的合作 那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 一个航台的 这个民航业机的市场上 中国跟法国为主的 这个Albus 已经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战略结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这也是法国很重视的一块 另外在这个消费电子产业里面 事实上法国还是很好的 很强的 只是他们过去 被美国人整得很惨 比如说我们以前知道 Arcatel 事实上它是很好的一个 消费电子公司 电信产业 可是你知道被美国人整个 美国把它打垮 所以如果说法国想要 在消费电子产业里面 我觉得他现在看世界 这个两强 中美两强之间的话 美国是对法国的产业 是有敌意的 所以对法国来讲 中国大陆是没有的 希望能够拿回更多的自主权 是 好 谢谢大使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关心三中全会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九点准时开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